小月 你小心一點別摔了 沒事的 你累不累 不累 你要不還是讓我來吧 沒事了就讓我來 你看你那個衣服都弄髒了 沒事的小月弄髒了 洗乾淨就可以了 你看你肩膀都磨紅了 小月肯定沒有 你肯定是想讓我別幹活了才這樣說的 真的不是你把手機給我給你拍 那行嗎 你看你自己看都是紅的 沒事了小月 那個多幹幹活就好了 來我們先幹活 不要做了我來這裡 因為你之前沒有做了 做一點時間 你肩膀就沒有了 你不要做了 因為晚上你肩膀不成功了 我來就好了 沒事了小月算我來 不用不用 你去休息去休息一下 我來好好 你快快去 那好吧 小月 我在這裡 很難得 我不是讓你去休息嗎 你怎麼又跑來幹活了 小月 我本來就是回來幫你幹活的呀 我看著你一個人幹活 我在那裡休息 我心裡特別不是滋味 我不想讓你那麼辛苦 唉 我都跟你說了 因為你之前也沒有經常幹這些出活累活 你幹嗎 晚上一生都會痛 你去休息嘛 就這一點點活 我自己幹就可以了 你這樣我也會很心痛的 小月 我們都是一家人 怎麼能說兩家話呢 這樣 你先去休息 這點活 我馬上就幹完了 然後 讓我一個人來做 做完以後 我們再去採茶 待會兒來 我還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好吧 你先去休息 你別讓我休息 你去休息 快去 你去休息 小月 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不要笑話我 什麼事兒 陳大哥 這個茶葉是怎麼摘的呀 這個很簡單呀 你看像這種 你捏住它頂上 這麼一往上一提 它就嚇人 然後就這樣的 小月 認識你越久 就覺得你越優秀 你看你又會種石壺 又會採茶葉 又懂得關心人 體貼人 照顧人 陳大哥 你這樣說的我都有點不好意思 小月 你那麼優秀 誇誇你是應該的 不要不好意思 對了 陳大哥 你剛才不是說採茶葉的時候 要跟我說什麼事兒嗎 小月 嗯 是這樣的 你也知道我公司 最近呢 遇到了一些問題 我也想盡早盡快的把這些問題 解決了 所以可能過一段時間 我要去浙江一趟 你一個人去嗎 陳大哥 嗯對我一個人去 那你要去多久啊 嗯順利的話兩三天 如果不順利的話 可能要待一兩個月 小月 小月 我在想 嗯 如果我想你了該怎麼辦 你會不會想我呀 那個 我們 還沒有分開過那麼久 對呀 嗯 要不這樣 到時候 你想我的時候 我想你的時候 我們就打視頻 行 行 那我們先在茶葉 呵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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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